速度和力量 创造条件 为速度和力量 准备身体 积极的第三个要素是变化 如果我们的身体 僵硬 持质 那么我们的动作就不协调 上下不协调 内外不协调 那么灵敏性就差 感知性就差 这样 对变化就会 造成影响 造成不利的影响 因此呢 在心态安静 大脑清醒 身体放松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身体感应会更加灵敏 动作协调性会得到增强 那么你的变化 就会更合理 更迅速 所以说 太极拳的第一要领放松 不仅可以使我们 对健康 也可以使我们对 积极 有很好的帮助和提高 谢谢 谢谢 谢谢陈炳老师 往事并不如烟 不灭的太极拳传说 那么现场呢 我们有来自 陈炳老师呢 从中国带来 他的 独家的 城市太极拳 基础入门书本 我们看过 太多的武侠小说 也曾幻想过 太多的江湖 或者 荣誉的最高境界就是 你不在江湖 但江湖依然有你的传说 江湖儿女 情深异常 江湖儿女 千古流芳 中国武术 博大今生 中华文明的传奇故事 更是数不胜数 在这里 我们将随着时间的脚步 在太极拳的江湖中 去领悟 城市太极拳的风采 好 我们现场呢 待会呢 我们将会有出售 由 呃 陈炳老师 亲笔签名的 城市太极拳 呃 入门 大家可以 呃 向主办当局 呃 询问 好 接下来我们有请思宜 OK 我们的 再请 陈炳师傅 上前 呃 还有 有请 赵祥林师傅 摩桂平师傅 前文杰师傅 陆西师傅 朱宏师傅 以及李小杨师傅 上台来 和陈炳师傅一起 和大家对话 于解答于难 各位武术爱好者 请别错过这个大好机会 尽量 发问 呃 有请 陈炳 赵祥林师傅 某桂平师傅 某桂平师傅 谢文平 呃 sorry 谢桂平 呃 钱文杰 师傅 陆西师傅 朱宏 师傅 以及李小杨 师傅 大家有什么疑问吗 我们请师傅们解答你的疑问 好 来 请问各位师傅 我也是念程式权 但是呢 我发现经常容易受伤 我不知道是怎么样 才能够保证自己不受伤 我现在感觉到 因为念那个白脚蝶 那个地方受伤 然后 呃 也出汗 出的太多 也是这个地方容易 容易痛 所以也就是说 受伤的情况很严重 不知道要怎么样 才能够 呃 让自己 避免受伤 呃 我也是 回事 当然是陈炳老师 呃 刚才这个拳友呢 说 练成式太极拳 经常造成受伤 呃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就很重视了 呃 呃 肌肉或韧带的拉伤 那么这时候我就要告诉大家 我们练习太极拳 动作质量的 一个要求 就是怎么样 来完成这个动作 第一 大家需要改变一种观念 就是说 陈氏太极拳 他这个动作特点 我一定要给他表现出来 做不到 就不行 我们要把这个观念改变掉 我们需要记住的就是 太极拳 是为我们人类服务的 而不是 我们要去适应太极拳 当你的身体 柔韧性 力量 等等 都达不到这个动作要求的时候 你需要的就是 简化这个动作 让这个动作来 适应你 而不是 你去适应太极拳 你要做 太极拳的主人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那个同 这个拳友讲了 说练完拳 出了一身汗 结果 后来发现 肩膀疼痛 这个呢 我想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可能是你在发力的时候 用力过大 对肩关节 造成了拉伤 第二个 练完拳 出了汗以后 没有及时的 擦干身体 没有及时的避开风 我们要避风 练拳的时候 一定要避开风吹 以免造成 风湿的一种症状 所以我们在练拳的时候 出了汗 一定要及时换干衣服 同时要注意 避风 好 谢谢 谢谢陈炳师傅的解答 还有谁要发问的吗 好 哪位老师 陈炳老师在本地 或者是来中国 早上好 我想请问陈炳老师 本地或者是在中国陈家沟 有开办太极拳的班吗 有的 在本地有 对 本地 在陈家沟村子里边 我有一个陈家沟国际太极院 然后村子里还有陈家沟太极拳学校 这是我的叔叔陈小旺 陈小兴开的学校 他有 你没有那个时间表 在中国开班的时间表 现在 所有的这个武术学校 对成年人这一块 都是随到随学 你们的课程是多久 时间很 就是很随意的 有短的 一个星期的 长的几年的都有 就是根据你的水平 和你的时间 以及你想达到的目标 我们来商量时间 好的 你有没有那个 我现在是 因为我先生 他打了城市赛景 二十多年 他在中国的学校 他本来是 9月他想去中国 去陈家沟 卖市 所以他是 我没带名片 我们可以通过大会 了解我的联系方法 好吧 好的 好的 老师 Hello 陈平师傅 已经开始 学生要教教授 还有谁要发问吗 我自己本人有一个疑问 很多人都认为太极权是属于年长者的爱好 很多人都认为太极权是属于年长者的爱好 然后我们如何能够推荐这个活动 给年轻的年轻人 请问师傅们要怎样将它推广到年轻的社群去 与谁要帮解答吗 我们有请赵祥林师傅 第五代 阳世太极权 第五代传人 我们有请赵祥林来解答这个问题 你好 我在这个有意的参加这一次 这个新加坡国际武林大会和大家见面 在这里谢谢大家 我也是来向大家学习 首先就是江才 陈平老师说了很多东西 都是太极权量或者很关键的问题 那么现在大会贴 这里是贴出一个问题 就是怎么样 让太极权进入年轻的人的身边 这一条呢 就是说是有一定难度的 为什么呢 从我们国家 在中国 很多年轻人 现在的负担很重 压力比较大 像学生的学习也比较紧张 那么在我们新加坡 我们就不太理解这个环境 可能条件也是同样比较紧张吧 学习打拼 你说叫他抽出时间 来念太极权 那么他是没有精力的 还有一个太极权呢 他的运动规 比较快慢相间 也是同样 不是像人们所建 人而是太极权 八十五是新边的太极权 这老是阳是太极权 是从城市 演练过来的 禁忌和武剧 同样是坚固的 只不过经过 那是金王虎 杨祿禅交 金王虎的人大臣 那么给他改了 就变了 就变成现在的一些风貌 可是他的老风貌传统 还是 神时代 什么叫他先出推广的 杨时代去选 所以到今天 我们 的杨时代去选 我推广的杨时代去选 一个是国家编排的 可是在国外 喜欢 还是 我们传统的文化 所以 这些年轻人呢 是靠引导 一个宣传 这样去做 要一刹 你在那接收 是不容易接收的 在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赵山林师傅的解答 再下一个问题 就是 习武有没有最低的年龄限制 有没有最低的年龄限制 就是说 从几岁开始就可以习武 没有 从习武的年龄段 就是从古到今 就是越年轻越好 因为金剑嘛 古落啊 比较柔忍啊 各方面都比较好 那么就是 你经过往年来练呢 中年来练呢 那就古落啊 金剑啊 柔忍性啊 各方面都比较差 那么从外加钱可以 走入近代 就是太极拳 不管是哪家 陈阳吴 五孙 那么就要到一定的火候 要有文化底蕴 要有中国的文化底蕴 它的底蕴 不光是太极拳 不是太极拳 而是太极拳 文化底蕴 你要提高你的太极文化 你才提高太极拳运 这就是这个道理 谢谢 谢谢 陈师傅 你好 据我所知 那个城市太极拳 最主要就是发净 然后我们要怎样才知道 就是我们才是正确的发净 应该如何发净 因为我们学太极的 我们都会发净 但是我们不懂 那个发净的力道 方法 对还是错 到底有什么 就是正确的指导呢 喂 这个城市太极拳呢 它最主要的 发净不是它最主要的 刚柔并济 是所有太极拳的特点 发净只是它的一方面 那么发净是济济的需要 那么我们在单练 在练习套路的时候 如何来检查 检验我们的发力 是否正确 我想第一点 我们在练习发力的时候 你是不是很自然地 把这个劲打出去的 还是用很强的意念 很强的意念 这样去打的话 你会感觉打得比较空 而且不是那么顺 所以这个顺与不顺 是检验你发力的第一要领 你感觉这个动 这个发力打得非常顺畅 力道 这个穿透性都非常强 这就对了 第二个呢 我们在做发力的时候 能感觉到整进 整 周身上下 呼吸意念外形 在一瞬间 达到聚合 聚合不散不乱 很整 那么你这个劲道 就合一了 就内外统一了 这个劲道 也就正确了 是应该从 由脚转发出去 还是从腰转发出去呢 这是所有太极拳 一个共同的 这个力的来源和运行 力起源于脚 行于腿 转换于腰 打于骚 骚呢 指你的攻击部位 如果用拳攻击 拳就是骚 用肘攻击 肘就是骚 用肩攻击 肩就是骚 所以它是由脚到腿 通过腰的转换 打于骚 这是所有太极拳 发力的共同特点 在发心之前 我们应该要放到最轻松 然后先一发 还是我们就是 先虚定 然后才发 那种 所谓的虚劲 就是把身体呢 调整端正 松而为一 把它松成一 松成一个整体 发力的时候 再达到一个紧的整体 由松的整体 过渡到一个整的 这样的一个整体 所以续静 其实还是在 求身体的松整 谢谢老师 还有谁要发问的吗 希望所有的 所谓的 所谓的 传统的 中国的 虚拟艺术 都被拆掉了 多谢师傅们的 解答 请我们眼镜业 掌声 谢谢他们 请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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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